東陳菊 服務局長為大家進行空城簡報局長請 服務局長 叫做市長 服務局長 從縣長 參眾的各位李保委員 在座的各位來賓 大家早 交通部鐵部改天天聖局 吳湘敏在這邊 為各位介紹這個原理高價化 相交工程檢報 報告內容請各位參考 總共有五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計畫調藥 這個計畫是在95年的2月 後1月合定全部的長度是將近4公里 總建造經費是58.86億元 計畫完工的時間 是在民國的105年的1月底 通車的時間是103年的 103年年底 這是通車的時間 這也是我們在整個計畫期程 第一階段的一個完成目標 那麼目前呢 就是今天 103年11月2號 我們完成第一階段通車 整個計畫期程提前2個月 那這張圖所顯示的是整個車站的範圍 它包括原林車站 南北 兩個範圍 全部路段加起來4公里 包括引道高架段 跟原林車站的高架化 工程的項目 瓜瓜 林池軌 林池月台 高架橋 原林車站的工程 還有滾道 系統經驗跟景觀 附屬工程 整個工程在過去執行的期間 在101年 102年 分別獲得行政院勞動部 所頒發的金安獎的入圍 103年的這個加作 目前這個工程正參與 今年度的行政院工程會所舉辦的 公共工程的金子獎的名秀 那通車的效益很重要一點 它把這個原林鎮的 這個原來受 這個在地面鐵路的 組合的兩塊 在高架化之後 整個都可以 可以縫合 我們把沿線的三處的平交道 四處的地下道 還有一處路牆 在將來這邊完工之後 都可以消除掉 那麼在原林車廠周邊的土地 再利用的價值 方達範圍總共有12公頃 那配合彰化縣政府規劃 將來的這個在原林車廠附近 透過都市更新 優先萬里的總共有四個單位 面積是4.5公頃 這麼一個範圍 這樣子開發完成之後 這邊的這個價值將成早上 由原來21億元增加到 將近63億元 經濟效益 預估將來 每年可以節省的金額 4.42億元 中間包括 這個道路的旅行之間 油料成本 還有我們在鐵路 鐵路設施上 平交道的維護成本 以及鐵路維修跟造商的成本 那這張圖所顯示的是一個歷史演變的這個軌跡 總共的攻擊大概7年的時間 7年之前也會在地面上去做 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在民國96年推動 剛開始推動先把我們現有的這個軌到旁邊去徵收土地 先去蓋了直軌 林石軌之後 讓鐵路到林石軌上面去運轉之後 再在原來的鐵路上去做高架橋 這個是現在完工之後的現在的狀態 那很重要的一個就是園林車站 園林車站我們也看到它的一個演變 這是原來的園林車站 園林車站的面貌 在我們做第一期工程 今天完工之後的園林車站 在戰前的這個車站道 雖然還是現代建築物 可是戰後的這個高架橋 已經各位可以看到了 這是現況 將來就是在今天之後 我們會進行第二期的工程 第二期的工程就會把這個 舊有的這個建築物拆除 舊有的這個建築物拆除 將來的園林車站就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那今天在各位看到前方這個畫面 背後這個牆 將來的第二期打掉之後 就是園林車站的大門 就是園林車站的大門 那麼我們在這個車站呢 我們也結合了相關的這個公共藝術 我們在這邊呢 整個一個行銷 我們把園林車站 是把它跟這個 這個行銷呢把它變成最想戀愛的車站 最想戀愛的車站 所有的公共藝術是以這個為主 我推動相關的公共藝術 我跟藝術家在這邊做的公共藝術 其中 這個是日本的一個雕塑 叫做草菅林車 他的一個作品 我們正確這個作品 這個作品的全名 叫做 很殘酷 看一下 我踩著高跟鞋出發 去見我的男朋友 這個 這個是 這個選擇 那這個 這個目前 還沒有進來 大概預定在明天的六月份 會放在我們車站 戰前的廣場雕塑 其他還有四件雕塑 五花 副總統各位 中間廊道看的一個在我們的地板畫 地板畫 地板畫 各位來賓如果有機會 等一下到 這個兩邊 這個夾城去看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 完整的地板畫 是很像西畫 還有其他的工藝術 後續的作業就是我們講的 第二期的工程 花花 就這樣拆除 新藏 藏門 這個館廠 前面館廠的工程 橋下台水地板畫 舊的這個鐵路 拆除了 然後地下到旁邊 後面所有的工程 會在後面的圓面底完成 最後 結宇 今天 圓林鐵路高架畫的工程 是中台灣鐵路高架的手排 好 那麼我們希望 擋造圓林 圓林圓夢幸福城 正名的目標 好 最後 這個工程的完成 我們要感謝 紅龍府 行政院 交通部 相關的這個廠方的支持 還有來謝謝 海典局 海典局的配合 彰化縣政府 在過去 這段時間 給我們在 相關的作業 充分的支援 還有 連林鎮工作 另外 剛剛我們師議員 介紹了 所有的這個工程 團隊 包括我們施工的廠商 設計跟建造的顧問 鐵工局 跟鐵工局所屬的 中區工程處的同學 在此 謝謝各位的協助 也謝謝各位經濟的力量 也謝謝大家 謝謝 是我們的經濟長 請先回座 會議兵致辭 這個時候呢 我們立法院